今天要来分享一个AI应用的网页 上个礼拜朋友有推给老阿贝看 老阿贝一直没时间看 看YouTube上面也有很多人已经介绍过了 这边再用老阿贝的方式再介绍一次 今天看的时候倒是觉得 比较吸引老阿贝的是这个影片 稍微点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像是用手机拍相片 自动去备完之后可以直接丢在电脑上面处理 这个比较像是AR的应用 AR就是所谓的扩增时镜 这样的操作如果不用它这套软体的话 也是可以做得到 只是做的时间会比较久 如果可以做到像影片这种处理速度的话 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软体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这边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来看影片 有兴趣可以自己点来看看 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网页 它有下面这几个功能 这看起来是SD图生图的功能 就先点这个来是看看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感觉 下面这个应该是范例吧 跑图的速度还算快 看起来是还不错 让我们回到上面 自己丢张图来给它跑看看 这个一样是室内的图 自己放的图好像跑比较久的感觉 这个不是感觉 而是真的跑比较久 OK 跑完了 效果还差强人意 这边有一个HD 来按看看 原来HD是要登入才可以使用的 那就下次再联络 再来试试人像的以图生图 它的范例跑图都跑得蛮快的 效果也都不错 那再丢张我们自己的图片来试看看 这边就不要缩时间 让大家感受一下范例图和自己丢上去的差别 感觉有点久 还是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来看转圈圈 以下的影片都来压缩时间好了 这个自己丢上去的人像以图生图的感觉 应该还有一些可以改善空间 再来看看其他的功能 这个应该是抹掉特定的物品 来试试 先抓它的范例来试看看 把这个logo消除掉 按这边的科研按钮 哦 看起来很厉害哟 这边可以把图片放大和移动 放到最大来看还是很不错哦 再来丢我们自己的图来试看看 高解析度的这个也是下次再联络 先试看看比较低的解析度 把这个滑鼠抹除掉是看看 出乎意料的好 放大来看一下 这种有木条纹的 在抹除物件的处理上面是有点难度 不过看起来它处理了还不错 再来是看看把这个键盘也给抹除掉 这边还看得出来吗 抹掉的痕迹 这个键盘的抹除就有待加强 也有可能是图片解析度较低的关系 这个开高解析度的就下次再联络了 这个抹除功能老阿贝给过关 老阿贝觉得会有这样的结果应该是解析度的关系 那我们再来测测其他的功能吧 这个是去除背景 一样先选择它的范例来试看看 这个看起来效果也不错哦 来丢个自己的图片来试看看 怎么又跳回来 图片没丢上去 怪怪的 再来试一次好了 看起来这一次没有问题 嗯 效果还不错哦 把它下载放大来看一下边缘的状况 以这样低的解析度来看的话 边缘处理的还不错 算是有及格 不及格的地方再丢到Photoshop 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老阿贝给过 我们再来测试其他的功能 这个看起来像是重新打光的功能 蛮酷炫的感觉 来选个他提供的范例图来试看看 不错哦 灯光的细节都有反映在图片上面 这边有一个距离的选项 应该是设定灯光的前后距离吧 我把这一个灯光距离设定在人物的背后 这一个在前面 这样有看出差别了吗 照惯例我们丢一张我们自己的图来试看看 我把这个灯光放到人物的后面 可以看到后面的建筑物也同时轻微的被照亮 这重新打光功能还是有他不错的效果 这边可以新增光源 这个功能老阿贝也给过 以效果来讲大概有个88分了 再来是看看其他的功能 这一个应该是提高画质的功能 如果单纯看他这个展示 实在看不出来画质有提高 让我们先选他的范例来试看看 老阿贝这样把它拉来拉去的 说真的看不出来画质有不一样 让我们上传自己的图片来试看看 先用Smooth的设定 把这边调高四倍 哦哦又是这个 下次再联络 那只好使用两倍来试看看 老阿贝又拉来拉去 还是看不到画质提升的效果 把它下载来放大和圆图来比较看看 这一个是原来的图 这一个是已经提高画质的图 来看一下他们的解析度 这一个是536x960 这一个是1072x920 看起来解析度是有放大两倍 让我们将图片放大来看一下细节 这样就看得出来画质真的有提升 各位大大有看出来了吗 左边那个图没提升的颗粒感比较重 也比较模糊一点 这个是提升两倍的效果 如果能提升四倍的话 效果应该会更好 来看一下头上花的边缘部分 这样有看出来了吗 左边的锯齿状比较明显 右边的边缘比较圆滑 这个功能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老二倍大概给个85分的程度 没给90分是因为 只能用两倍来体验 呵呵 再来是看看其他的 这个看起来像是Stable Diffusion的文字生图功能 点开来试用看看 应该是点这边来输入关键字吧 来输入了Girls看看 按下Enter后 又是这个谢谢在联络 好啦 那这个就先跳过了 再来试试这一个换背景的功能 也是先用它的范例是看看 应该是先帮你去备好 在下面输入您要替换的关键词吧 用它预设的按下Enter来是看看 还是谢谢在联络 这个要登入老阿贝就先不做测试了 换下一个功能吧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自动帮你把文字去除掉 这个看起来它没有提供范例 那我们就上传自己的图片来试看看咯 这边有一些文字 哦 真的把文字去掉了 让我们下载放大来看一下 是有点小瑕疵 不过这个用photoshop一瞎子就可以修掉了 来打开原来的图比对一下 这效果还算是不错 这个小瑕疵应该是这个项链造成的 老阿贝给这个功能也是80分的分数 这几个测试下来 老阿贝对Stable Diffusion Reading Margin有点小失望 根据他们官方的部落格所写的技术 应该会让我们有点小期待才对啊 让老阿贝把他们的部落格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们的官方部落格 我记得之前在下面有看到他们所宣称的技术 哦 在这边 这边大概是说他们用的技术 跟先前使用图生图的演算技术是不一样的 图生图的演算法AI应该会续侦测每一个Pixel对应的关系来学习生图 而他们的技术会将图先进行编码 老阿贝以为这边的编码可能是将图先转移成关键词 老阿贝的英文没那么好 可能是会错译了 英文好的大大们 有空再帮忙看一下这个要表达的意思 不过以一个完全不懂技术的小白消费者而言 这只是按照他们的方式 把图丢上去进行处理 老阿贝不甘心 再来试看看 人物的效果真的不是那么理想 点这边可以要求再次生图 看起来跑出来的图都不是我想要的 有可能是图的问题 换一张来试看看 这张的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然后我们俩一样的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这个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何人都能够使用的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优优独播剧场——某人 对方的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你能够使用的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感谢 因此也不是那么好 我可以试试看 老阿贝觉得最好的应该是室内图 室内图的效果还令人满满意的 狗的图也还好啦 看起来有些部分是有改善的空间 如果不拿它的范例来跟我们的图做比较的话 效果是比SB的图生图好多了 因为它的范例做的实在是太精致了 跟我们放进去跑出来的图落差太大 期待越大也就失望越大 后面的影片会以同样的图 放到SB上头以图生图的方式跑一次给大家比较一下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应该会对Imagine印象好一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帮老阿贝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哟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鞠躬 这边使用的都是预设值 这样和Stable Diffusion图生图预设值比较起来 Stable Diffusion Reimagine的效果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希望它们能继续努力 加油